进入本期的边学边传 上一期我们跟大家讲了 经典K线组合的一些反例 我们会连续地说几期 本期我们要跟大家说 第二个经典K线的反例 三鸭形态 三只乌鸦和红三冰正好相反 它是三根有实体的阴线 而且每一根都有一定的位置 意味着连续地高开低走 我们在说一些反例的时候 也帮大家复习一下 之前的一些经典案例 三鸭形态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空方明显的做空洞能 但是在日常的运用过程里面 主力往往在上涨的过程中 利用这一形态来做什么 洗盘 一段上涨的过程里面 突然之间出现三只乌鸦 然后洗一洗继续向上 清洗一些不坚定的技术派的投资者 此时我们必须要综合观察 以免轻易出局 好了我们来说整个三鸭形态的关键点和案例 首先判断原有趋势 这是最关键的 是否跌破了重要的支撑位 这是第一个 第二 有时候它会破位 如果一旦被清洗后 发现出错 不计成本的第一时间 接回筹码 这才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手段 有时候 有人看五日军线 看六日军线 看十日军线 它就是帮你跌穿 破位以后 突然之间又被拉起来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知道 是主力利用了这样一种形态 这样一种心理而去做的反向操作 这时候你要做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动作 甚至是极少数人反向运作 即使认错 好我们来看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图中的三鸭形态 大家去看 非常的逼真 非常的逼真 但是这里面 如果你去看整个的上涨形态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些问题 这是整个上涨的一个支撑线 大家看到吗 这个股票在连续的多个涨停板以后 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横盘 然后它在上涨突破以后 做了一个三鸭形态的回落 但是这个回落并没有 把之前的平台给打穿 而且成交量除了第一根比较大之外 迅速缩量 所以它并没有跌破上升的重要支撑位 也就是这个平台 同时迅速萎缩 显示成交量空方的后续动能不足 如果一旦失手出局 那么如果你怕了在第三根阴线出局了 你觉得这个走势太难看了 你要怎么办呢 在三鸭线的第一根阴线 被反包回来的时候 也就是在这儿 把第一根阴线被反包回来的时候 要无情地纠错 接回筹码 之后才是真正的主生了 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看到了 首先它考验的是你的心理 在接近这个支撑位的时候 你怕不怕 理论上说还没有跌破 所以这告诉我们 如果你看技术的人 没有跌破就是没有 不用动 第二如果你错了以后出来了 再上去能不能够接回来 比你原有卖掉的成本 可能要高百分之五 把它接回来 但真正的主生浪是在后一段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这个案例主力做得更绝 在一轮上升的过程里面 两次出现三压图 看到吗 两次出现经典的 看空的三压图 而且两次看空的三压图 第二次接近破位 第三根阴线 基本已经把这个平台的位置 刚刚跌破 看到吗 但是实际上大家看到了 主生浪在哪 就是在第二次以后 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认为是一个经典的 利用三压洗盘正舱以后 向上 实际的成交都很小 大家看 如果你真正懂成交量 你就知道 第二次的三压虽然很难看 但成交量极小极小 它是一个用很小的筹码 做出图形来诱骗的一个动作 这个时候要给自己流出余地 什么意思呢 忍一忍 你可以搁 你可以再看一天 往往这一两天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 一旦反包 如果你出来了 一旦反包 那么在这里请你把它买回来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出局了 再加5%的成本 把它买回来 这个动作才是非常人所为 才是少数人赚钱的最重要的一点 反包的时候 无情地纠错买回来 之后的涨势一马平穿 今天我们说了第二个反例 反的三压 同样大家可以在我的微信上 发送假三压形态 那么在这个形态过程里面 我们会把整个的这些PPT 发送给大家 我们说了两个 之后还会说 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 更多的贴近实战 告诉大家在案例里面 怎么去用一些成交量的配合 去进入到实战 真正地做到与主力对决 拿到你应该拿到的那一段 常人 少数人才能拿到的收益 今天的《边学边传》就到这里 本期的财经分位就到这了 我们从破镜聊到了 当下要关注的一些危机 还有什么在年底我们要关注的 我想年底最要关注的 还是要读上市公司的公告 其实可能读公告很枯燥 但是你如果把它当作 藏宝图来读的话 会越来越